大家好,我们在养兰花的过程中可能有花友会发现自己兰花的新苗连续三个月以上都不生长了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姜苗了 如果你用的非常多的方法都没有效果的话 我今天就教大家一招 这一招就是给它涂抹优芽素 这个优芽素它是一种细胞分裂素 可以让植株能够打破姜苗恢复生长 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 我们先用棉签沾取适量的优芽素 然后我们在涂抹优芽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涂抹在新芽上面 如果涂抹在新芽上面因为新芽比较嫩抗性比较低很容易产生要害 所以我们涂抹在与它相连的母猪的炉头上面就可以了 我们连续涂抹三天左右 如果是在植株的旺盛生长期 一般15天之后新苗就会开始恢复生长了 在涂抹优芽素的这三天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给兰花的喷水 也不要浇水特别是我们涂抹这个部位不要碰到水 要不然的话这个药水被冲洗掉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而这个优芽素的话 我们家里如果是有一些多肉或是其他的花 你想让它多发芽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优芽素来喷湿 七到十天喷湿一次连续喷湿两到三次 就可以让它发的芽非常的多 因为它可以促进这个新芽分化 促进植株多发苗的效果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